黄志峰、周永康、罗冠冲等三人 星期四下午到京中高等法院 听取上诉庭的判决 大批中外传媒、过百名记者到场采访 黄志峰的非法集会罪 由原先的80小时社会服务令 改判监禁6个月 周永康的非法集会罪 由原先判监三星期、缓刑一年 改判监禁7个月 罗冠冲的善货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 由原先的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改判监禁8个月 三人傍晚 由求车押送离开高等法院 大批支持者到场打气支持 上诉庭的法官在书面判辞职 三人在2014年9月 冲入政府总部的冬役 犯罪情节明显严重 涉及暴力的大规模 及严重的非法集结 三人分别以判监8至10个月 做量刑的起点 扣除部分人完成的社会服务令 做出精次的判刑复合 三人在判决前表示 已经有心理准备要坐牢 但不后悔当日的行为 我无悔参与雨晒运动 坐牢固然不是我们所露见的事情 但是在香港民主 步入一个威权体制的挑战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香港人 当坐牢的年轻人都不放弃的时候 大家在监狱外面 更加没有任何的理由是需要放弃 我相信当我们是站在真理 我们是站在真相的一边的时候 即使今天我们无办法 令到部分的人 撇除他们的误解 标除他们的难忘 但是我们会用我们的付出 去感动更加多的人 无论今天的结果是怎样 我们内心都是自由的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对得住我们相信的公义 对得住我们相信的价值 精致判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香港学界、政界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港府 批评港府利用司法制度进行政治打压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在判决后发表声明 执次港府以政治检控令三人重新被判刑 是可耻的行为 执案件成为港人真实的自治 进一步被侵蚀的证据 英国外交部希望精致的判决 不会阻碍将来的合法示威 声称英国是继续和平视为权利的坚定支持者 国际特赦也发表声明 指精致判决 恶意攻击 香港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 以上是自由二轴电脑特业记者陈磐 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陈磐